大家好,我是Stan 爱情文出身的缺言 对于sponsor谣言亲自发文反驳了 11月31号 SBS电台报道了 警方在调查CJ集团会长的弟弟 以及王会长性骚扰来面试的 女大学生们的时候查出了 李会长与女歌手A某的Kakoto聊天记录 并公开了聊天内容 会长在做什么呢?天气很冷请不要出门 在想A 真的吗? 然后CJ集团子公司的代表 也向李会长报告了有关女歌手A某的事情 您吩咐的A某 比起YouTube活动对于发行唱片比较有关系 我们会要求音乐事业部的协助 确定唱片发行日以及日后的宣传活动 会好好照顾A某的 根据SBS报道 在李会长与子公司代表沟通之后 女歌手A某固定出演了好几个CJ旗下电台的节目 对此李会长对媒体解释 自己没有帮助过A某 只是对子公司代表说过 A某有利用价值所以联络看看而已 在这则新闻曝光后 突然就在特定几个论坛 开始有人提到缺也纳的名字 并表示 也纳持续固定出演了TDN的几个节目 开始造谣女歌手A某就是缺也纳 很快也纳的所属公司就发表声明 对于虚假谣言会采取强力的法律措施 但是现在过了两三天 这个谣言似乎还在散播 所以今天所属公司再次发文表示 缺也纳与该谣言无关 对于造成为了梦想而努力的缺也纳 精神上的痛苦的酸民们 将会以无宽容来对应的 然后也纳本人今天也在官网发文强力反驳 我在家吃饭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新闻 一次也没见过面 在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情出现了我的名字 好像是事实一样的在散播 真的让我感到非常荒唐 想到粉丝们应该会跟我一样的被吓到 就会觉得非常伤心 我不是那个谣言的主角 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请大家不要担心 我们来看一下航空网友们的反应 除了官方声明之外 自己也发出立场文的话 应该是真的受到很多压力了吧 想到他本人都已经知道这些谣言就很心疼 言啊加油 我们都知道你清白的 不是 要报道的话就直接报出名字吧 潜规则本来就是要受到指责 为什么不报名字而给别人造成伤害呢 给这么小的孩子抠上这么肮脏的谣言 真的好生气 自己站出来解释谣言会有多痛苦呢 真的希望黑粉们能遭到金融治疗 我看到推特上有非常多有关这件事情的造谣 希望大家就算看到了也不要给他们关系 下个消息是 今天有很多媒体报道了 米牛年生下了宝贝儿子 PickBang太阳成为爸爸的消息 而YG娱乐也对媒体证实了这个好消息 恭喜恭喜 太阳应该会成为好爸爸的 谢谢你将我的回忆变成了好的记忆 太阳要幸福 恭喜恭喜该出新歌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JYP娱乐反对的嬷嬷发型 这个发型就是 T-Mac Cut 公司虽然有反对 但是嬷嬷说了 我的人生我要做我想做的事情后 剪掉了 结果大成功 哇 非常相配啊 这不是Momo的标志性发型吗 超漂亮 说实话本来觉得这发型不怎么样 但是真心觉得跟Momo很相配 真的非常好 在我看到的Himeka Idol当中最相配 今天凌晨5点31分43秒 在史沃尔汉强的直播影片拍到了会心 在韩国有这种说法 看到会心后许愿的话 愿望就能实现 所以大家赶紧想一个愿望 希望大家的愿望都能实现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